108年学测 自然科试体解析 第一题 太阳风是太阳表面所喷发出来的高能带电粒子数 当这些物质到达地球时 时速长超过百万公里 太阳风与下的哪一个现象最有直接关系 因为太阳风是从太阳表面所喷发出来的高能带电粒子 而这些带电粒子进入大气层和高层大气的电离层发生碰撞 于是产生发光现象 而这些带电粒子受地球磁场的影响 在地球的两极附近会形成极光 所以太阳风进入大气层与地球关系最密切的是极光的现象 第一题 B的答案 第二题 声音现象是大气与海洋交互作用下的大自然变化 会导致地球上部分地区短期气候异常 有关声音现象发生时所伴随的大气与海洋变化或影响 下来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如果这是太平洋的两岸 右边这里是美洲 上面北美 底下这里是南美 在南美洲的秘鲁附近 也就是在南美洲的西岸地区 平常太平洋的两岸是吹东风 所谓东风是指风从太平洋的东岸 吹向太平洋的西岸 因为风的流向是空气的流动 空气流动是从压力大流到压力小 因此太平洋的东岸是高压 而太平洋的西岸是低压 因为高压形成下沉气流 而低压形成一个上升气流 而因为风的吹动使太平洋的海面 东岸的海面水位较低 而西岸的海面受海风吹浮的影响 西岸的海面水位较高 可是发生生硬现象的时候 恰好是相反的情形 这时候东风减弱 甚至会变成吹西风 所以A 赤道的东风减弱 A 这个是声音现象的特征 B 赤道东海岸地区海温上升 赤道东海岸也就是在南美洲附近这里 因为吹东风的关系 显示太平洋东岸是高压 现在因为声音现象造成高压减弱 于是在声音年的时候 这时太平洋东岸反而变成了低压地区 而低压的结果使得太平洋的东岸形成上升气流 太平洋东岸的海温升高 而降雨量则会增加 所以B 太平洋东岸海温上升 B 这个也是声音现象的特征 C 南美洲西岸永生流增强 C 这个是错的 因为在南美洲西岸在密尔附近 平常永生流较强 可是在声音年的时候 永生流反而减弱了 所以C 这个是减弱不是增强 这是声音年所发生的现象 逐 赤道西太平洋地区海水高度降低 我们看图上 在一般年间西太平洋水位较高 可是声音年的时候 因为东风减弱的缘故 于是西太平洋的水位会降低了 所以赤道西太平洋地区海水的高度会降低 一 赤道西太平洋地区降雨量减少 一 这个也是对的 原本在一般年间 西太平洋本来是低压 而在声音年的时候 反而变成东岸是低压 西岸反而变成高压 于是西岸形成下沉气流 在一般年间本来太平洋西岸容易降雨 但是下沉气流使得太平洋西岸反而雨量减少 所以太平洋西岸地区降雨量会减少 一 这个是对的 所以第二题和声音现象不符合的只有C 第三题 恒星的表面温度与呈现的星光颜色有关 当我们观赏夜空闪烁了恒星 可看出恒星的颜色有白 蓝 黄 红等 现在选项中 颜色的产生原理何者相同 因为题目说 恒星表面的温度与呈现星光颜色有关系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星光颜色是因为星球内部核反应的结果 造成恒星表面温度高低不同 所以呈现不同的颜色 其中红色是属于温度比较低的 而蓝色和白色是属于温度比较高的 因此 A 恒星与樱花的火光 因为我们看樱花的火光 这是因为电子在不同的原子能界中 因为月圈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所呈现的光 因此 恒星的颜色是由于温度不同所产生的光 而烟火则是因为原子能界跳跃所释放的能量 因此 两者原理是不同的 B 红色恒星与红色的火星 红色的恒星是由于恒星表面温度较低 所以星光呈红色 可是 红色的火星 是因为在火星表面有大量的氧化铁 因此我们在地表上看火星呈红色 这是由于氧化铁的缘故 所以B 这也是不同的原因 C 蓝色的恒星与蓝色的花 因为蓝色的恒星是由于星球表面温度较高所呈现的颜色 而蓝色的花则是因为花的表面将其他颜色都吸收 而只反射蓝色的光出来 所以这个颜色原理也是不同的 主 红色的恒星与火山熔岩所发出的红光 红色的恒星是因为恒星表面温度较低 所以呈现红色 而火山熔岩也称红色 这是因为火山熔岩的温度所呈现的红光 所以两者的红色都是跟温度有关系 因此猪这个原理是相同的 1. 蓝色恒星与瓦斯燃烧发出的红光 蓝色的恒星是因为恒星的表面由于温度高 所以呈现蓝色的光 所以蓝色的恒星是由于温度造成的结果 而瓦斯燃烧所发出的蓝光 这是因为瓦斯内的气体分子蓝色完全产生了化学变化 对于不同的气体蓝色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所以瓦斯燃烧所呈现的蓝光 这个与温度无关 因此1. 这个是错的 所以第三题 恒星的颜色所产生的原理有相关的只有猪的选项 所以第三题猪的答案 第四题 水深越深波浪的行进速度越快 然而受海底地形起伏的影响 当波浪向海岸传播时 往往会因为速度变慢而产生偏折的现象 图中 水深相同的等深线 题目说 越靠近海岸的地方水深会越浅 所以上方这里是潜水 而下方这里则是深水 因此我们知道在深水的地方速度比较快 潜水的地方速度比较慢 因此当海浪从深水传播到潜水 向岸边前进的时候 假设行进路线是这个方向 因为海浪前进的过程是从深水到潜水 而深水速度快 潜水速度慢 所以从速度快的传播到速度慢的时候 这时会发生折射的现象 而折射的结果会造成因为速度慢而接近法线 所以陆射波的进行方向 原本是往右上 但是因为水深变浅了 速度变慢了 所以变成向上偏 因此变成这个方向 而当海浪继续前进时 因为速度变慢了 于是变成是这个方向 继续再到岸边 速度变得更慢 因此变成是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是 海浪在进行的方向 本来是往右上 可是逐渐的变成向上弯曲 可是这个是海浪进行的方向 这个是陆射线 而陆射线跟波前是保持垂直 所以跟波前垂直的方向 和波前垂直的方向 跟波前垂直的方向 和波前垂直的方向 我们看到的是海浪的左上方 间隔逐渐缩小 而海浪的右边间隔则是逐渐加大 所以最接近这个图形的只有B的选项 因为从图上显示 水波是逐渐的向上弯 而A是逐渐向右弯曲 因此A这个是不符的 而C的过程海浪向右前进 可是海浪的波前 靠近上方地方是潜水速度较慢 下方是深水速度较快 因此海浪不会直线前进 所以C这个也是错的 珠和E如果海浪是水平方向 这时候波前保持水平 整个波前的左边跟右边 因为同时进到等身线 所以进行方向便不应该弯曲 所以珠跟E这两个也都是错的 所以第四题 正确的只有B正确 第五题 在很多工作环境中 机能衣料提供重要的安全防护 例如导电性较高的防静电工作服 可抑制人体及服装累积静电盒 以消除或减少静电放电的危害 因此已成为石油化工业 及基本的防护必需品 下列有关防静电工作服的叙述 何者不正确 A 导电纤维可全部或部分 使用金属或有机物的导电材料制成 A 这个是对的 因为使用导电性较高的防静电工作服 可以抑制人体及服装累积静电盒 因此在制作防静电工作服时 所使用的导电纤维可以全部或部分使用 含有金属或有机物的导电材料制成 A 这个是对的 B 在纺织时按照一定比例 均有混入导电纤维可以制成防静电植物 B 这个是对的 在制作防静电工作服时 所使用的材料 如果在纺织的过程添加一部分的导电纤维 这样可以增加衣服的导电性 以及可以减少静电的累积 所以 B 这个是对的 C 为防止服装累积静电 可利用具有导电性植物制作工作服 C 这个是对的 因为如果工作服的导电性越好 则电荷越容易移走 这时候工作服就不容易累积电荷 所以 C 这个正确 诸 导电纤维每单位长度的电阻值越大 越容易使电荷流动而不自累积 诸 这个是错的 当导电纤维每单位长度的电阻值越大 则电荷越不容易移动 因此 当电荷不容易移动时 在工作服上便容易累积大量的电荷 因此 容易引发触电的危险 所以 诸 这个是错的 1 防经任工作服可以利用接地导引电荷 或综合放电的方式防止累积静电荷 1 这个是对的 因为防经任工作服如果利用接地的方式 则电荷可以跟地面产生综合 于是 可以借着综合放电的方式将电荷引开 因此 工作服上的电荷便可以大量减少 可以防止静电荷的累积 1 这个是对的 所以 第五题 错误的只有珠是错误 第六题 抹身座电子感应示范实验室 先将具有铁心的小线圈 串接直流电源供应器 形成回路以产生磁场 再利用只串接减流剂的大线圈套在小线圈外围检测硬电流 现在哪一项操作方式不可能产生硬电流 我们先看旁边这个图 这里有一个含铁心的一个小线圈 这个线圈直接接上直流电源供应器 由于电流从正极出来 因此 顺着电流方向 这时候中间的铁心四周形成电子铁的装置 于是顺着电流方向 螺线管前方的电流是向下流 利用安培右手定折 我们四指顺着电流方向弯曲 则这时候有一个向右边的磁场 这个螺线管磁场右边是N级 左边是S级 这是一个电子铁的装置 而右边这里一个大线圈 大线圈没有接电池 只接一个减流器 我们先看A选项 将小线圈在大线圈内外来回抽送 在图上面 左边这个小线圈 如果这个是A 而右边这个大线圈 如果这个是B 现在把小线圈在大线圈的中间来回抽送 则因为小线圈本身有磁场 可是小线圈在抽送的过程 和大线圈距离随时在变化 因此大线圈四周的磁场也发生变化 当磁场有变化时 便会产生有硬电流 所以小线圈在大线圈内外来回抽送 这时候会有硬电流产生 A这个是有硬电流的 B将电源供应器的电压 忽大忽小的调节 B这个也会有硬电流产生 因为当电源供应器的电压 忽大忽小变化 由于电压改变会造成电流变化 因此电流变了 磁场也跟着产生变化 当电流变大时磁场增强 电流减小时磁场减弱 所以即使小线圈与大线圈距离保值不变 可是只要调整定压 就可以改变电流 因此就可以影响磁场 所以B在大线圈的四周磁场有变化 因此也会有硬电流产生 C将电源供应器的正负端 交换连接小线圈的两端 C这个也会造成磁场变化 因此也会产生改硬电流 因为题目说 将电源供应器的正负两端交换连接 这时候会造成磁场的方向改变 原本右边是N级 左边S级 当正负级交换改变的时候 电流方向也跟随改变 电流方向变化 磁场也跟着变化 因此原本电子铁的右边N级 当两级交换以后 变成电子铁的右边是S级 由于小线圈的磁场有变化 因此在大线圈的附近 磁场只要有变化 这时大线圈便会产生改硬电流 所以C这个会有硬电流产生 左在小线圈的回路中 串接开关并交替断开接通的动作 左这个也会有硬电流 因为小线圈上面 接上一个开关 然后将开关交替断开与接通 因为断开的时候形成断路 接通的时候形成通路 因此在电子铁上面 电流断断续续 所产生的磁场也断断续续 对大线圈而言 四周磁场就产生了变化 因此大线圈会产生硬电流 一 在大线圈回路中 串接开关并交替断开与接通的动作 以这个无法产生硬电流 因为小线圈的磁场没有变化 可是在大线的回路上 加上开关并且进行断开与接通的动作 因为小线圈的磁场没有变化 这时在大线圈的四周 磁场就不会产生变化 磁场没有变化 在大线圈不会有硬电流 即使在大线圈加上开关 并不会影响四周的磁场变化 所以一 在大线圈四周加上回路 不会产生硬电流 所以第六题 选项里面不可能有硬电流产生的 只有一的答案 第七题 右图为氢害拱 原子的发射光谱 上外同学观察后发表见解如下 假生正如条码可用来辨识不同的商品 不同的原子产生的谱线可用来辨识原子的种类 假这个是对的 因为对于不同的原子它有不同的能阶 不同的能阶所释放出来的原子光谱有特定的光谱线 所以不同种类的原子它所呈现的光谱线波长会不相同 也因此从光谱线的位置我们也可以确认元素的种类 所以假这个是对的 以生不同原子产生的谱线波长不同 是物质呈现不同颜色的主因 以这个是错的 因为物质的颜色和原子的谱线是无关的 大部分的金属是呈银白色 可是不同的金属呈现的谱线并不相同 所以谱线的波长不同 和物质呈现的颜色两个是没有关系 秉深原子仅发射特定不少的光谱线 这是原子具有不连续能阶的证据 秉深这个是对的 因为不同的原子有不同的能阶 我们按底下这个图 这是原子能阶的分布 当N等于1的时候 这时是基态 能阶越高所具有能量越多 当不同的原子其内部的电子从高能阶要迁至低能阶 在能阶要迁的过程 这时会释放不同波长的能量 而所辐射出来的能量就形成光 因此原子释放特定波长的光谱线 这是由于不同的能阶所形成的结果 而这也是原子具有不连续能阶的证据 所以丙这个是对的 所以第七题 说法正确的是甲和丙两位 所以第七题 猪的答案 第八题 我身清晨被闹钟唤醒 以电动牙刷洗漱 早餐吃的是烤面包机 烤的吐司 村门搭公车上学时 遇到同学提起 猛然发现忘了整理昨天数学课的笔记 于是拿出手机内建的相机 拍摄同学的笔记参考 再使用太阳能电池计算机辅助验算 在上述过程中所应用到的工具 下列哪一选项中的组合最可能应用到光电效应 叙述中所提到的工具 其中包括闹钟 以及电动牙刷 烤面包机 公车 还有手机内建的相机 以及太阳能电池计算机 在这几项工具里面 闹钟是属于电子电路的应用 电动牙刷里面有马达 这属于电流磁效应 烤面包机是电流热效应 公车的引擎是将柴油燃烧 化学能转变成动能 手机内建的数位相机 这个和光电效应有关 太阳能电池计算机 这个也和光电效应有关 所以属于光电效应应用 相关的一个是手机内建的数位相机 以及太阳能电池的计算机 因此第八题 猪的答案 第九题 细菌和人体细胞的构造 有共通性也有奇异性 下来有关两者的比较 何者正确 A 两者细胞核中都有立线体 A 这个是错的 细菌是原核生物 细菌没有立线体的构造 所以A不对 B 两者细胞内都有高基尸体 B 这个也是错的 因为高基尸体有膜 而细菌原核生物 没有含膜的胞气 因此B 这个是错的 C 两者细胞之中都有核糖体 C 这个是对的 细菌原核生物 人体细胞 两者共同的构造 是含有不含膜的胞气 细菌 有核糖体 而人体细胞也有核糖体 核糖体是没有膜的 因此两者都存在 所以C是对的 主 细菌没有细胞膜 但有细胞病与外界区隔 主 这个是错的 细菌有细胞膜 细菌的细胞膜 主要成分是胎聚糖 所以主 这个不对 一 人体细胞没有细胞病 内部的刺构造 就用膜包围 一 这个是错的 虽然人体没有细胞病 可是 在细胞内部的构造 细胞质内所含的胞气 其中包括 核糖体 还有中心体 这两个是不含膜的胞气 所以 并不是所有的胞气都含膜 因此 一 这个是错的 所以第九题 正确 只有C是正确 第十题 右图为人体血液循环系统中 各部位的相对测量值 序号一代表由心脏发出了血管 经序号二到序号十四之血管后 再由序号十五返回心脏 各部位测量之变数 包含总结面积 血管压力及血流速等三项 各变数之测量值 均以标准化为 零到一的相对数值 现在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先看旁边这个图 题目说 从一到十五 是代表人体的血液循环 各部位的测量结果 而一是从心脏出发 十五则在回到心脏 所以 一的位置 这个所表示的是动脉 而十五的位置 这个回到心脏 这个表示的是静脉 在中间的位置 这个则是微血管的构造 而整个图形所讨论的变数 包含总结面积 血管的压力 以及血流速等这三项 因为总结面积最大的是 微血管的总结面积最大 其次 静脉 而动脉的总结面积是最小 这个是结面积的讨论 血管压力 由于血流 是从动脉流到微血管 流到静脉 而血流的压力会逐次递减 因此 动脉的血压是最大 其次是微血管 而静脉的血压 则是最小 所以血管压力的比较 是动脉大于微血管 再大于静脉 血流速率 是动脉速率最大 其次是静脉 由于微血管管壁最细 所以微血管的血流最慢 因此 微血管的血流速率 是排第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 总结面积最大的是微血管 因此 我们看图上的叙述 中间微血管这个数字最大 所以三角形的符号 所代表的是总结面积 而三角形符号 这个是Z的代号 而血管压力 是由动脉到微血管到静脉 逐渐递减 因此图形中逐渐递减的 这个是中间四方形的 四方形 这个是X 所以在动脉的地方 血管压力最大 流到微血管压力变小 到静脉压力则是更小 而血流速率是在微血管最小 所以10星的黑圈 这个是在微血管最小 在动脉最大 静脉其次 所以10星的黑圈 这个是Y 这个是血流速率 因此变数X是总结面积 总结面积应该是Z 不是X 所以A不对 变数Y为血管压力 血管压力应该是X不是Y 所以B不对 C 变数Z为血流速 血流速应该是Y 所以变数Z 这个是错的 因此C不对 血管压力与总结面积 乘负相关 Z 这个是错的 因为 总结面积在微血管是最大 可是 血管压力它并不是最小 所以 两者并不是呈现负相关 因此 Z 不对 1 血流速与总结面积 乘负相关 1 这个是对的 因为我们看到 总结面积在动脉最小 而动脉的血流速率 则是最大 微血管的总结面积是最大 但是微血管的血流速率 则是最小 所以 血流速率与总结面积 两者是呈现负相关 所以 1 这个是对的 因此 第10题 正确的是1 11题 螺旋藻为一种蓝绿菌 而小球藻则是一种绿藻 螺旋藻及小球藻 皆被认为富含人体所需的养分 下来有关这两者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两者皆具有叶绿体 A 这个是错的 因为螺旋藻是一种蓝绿菌 蓝绿菌是原核生物 原核生物没有含膜的胞气 所以 螺旋藻没有叶绿体的构造 因此 A不对 B 两者皆行光合作用 光反应产生氧 B 这个是对的 因为螺旋藻是蓝绿菌 蓝绿菌虽然没有叶绿体 可是 含有叶绿素 可以行光合作用 而小球藻是绿藻 也可以行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 可以产生氧 所以 B 这个是对的 C 两者的细胞壁 主要藉由太巨糖组成 C 这个是错的 因为 螺旋藻是蓝绿菌 蓝绿菌是原核生物 原核生物的细胞壁 主要是太巨糖 而小球藻是绿藻 绿藻是属于原生生物 而原生藻类跟植物的细胞壁是相同的 都是由纤维素所构成 因此 C 这个是错的 主 在山蕴系统中 螺旋藻是细菌 而小球藻是植物 主 这个是错的 螺旋藻是细菌 是属于真细菌类 因为 蓝绿菌是属于真细菌 而小球藻是属于原生藻类 原生藻类是属于原生生物界 所以小球藻是属于原生生物界里面的原生藻类 因此 珠不对 1.螺旋藻以叶黄素 而小球藻则以叶绿素为主要的光合色素 1.这个是错的 螺旋藻和小球藻都给行光合作用 它主要的光合色素都是叶绿素 所以 1.这个是错的 因此 11题 正确的 只有B 是正确 12题 右图为一般双子叶植物种子萌发过程 其上胚轴 下胚轴 以及子叶的相对重量变化相当大 下来选项的三者关系 何者最为合理 我们先看底下这个图 这是一个双子叶的种子 双子叶种子的构造 最外层是种皮 里面有两片子叶 而在子叶的旁边 这里则是胚根 胚轴 胚芽 当种子开始萌发时 这时候整个胚体积很小 于是 种子里面大部分是子叶的重量 而子叶主要在负责提供胚发育过程所需要的养分 因此胚的构造逐渐分化产生胚根胚轴胚芽的部分 胚根往下生长慢慢变成了根的部分 胚轴向上生长逐渐形成轻的部分 因此 种子在萌发的过程 子叶的重量是占大部分的 而以子叶为基准 子叶的下方所产生的胚轴 我们称为下胚轴 子叶的上方所产生的胚轴 我们称为上胚轴 所以种子在萌发的过程当中 下胚轴逐渐伸展 因此下胚轴从最初体积很小 逐渐长大 因此下胚轴的重量逐渐增加 而种子在整个萌发过程 子叶负责提供所有的养分 而下胚轴逐渐向上生长 慢慢形成筋的部分 这时候筋的雏形产生 而胚亚的部分向上生长 这时候慢慢形成了叶子 而在子叶的上方 上面这个部分 则是上胚轴的部位 因此上胚轴的部分 是后来才形成的 所以在图形当中 上胚轴是最后产生 上胚轴虚线的部分 因此A这个不对 C这个不对 E这个不对 而我们比较B和珠两个图形 上胚轴是后来产生 而子叶的重量最初会略为增加 而后大量消耗养分 这时候子叶重量开始减少 而随着下胚轴的生长 这时候下胚轴逐渐长度增加 重量增加 这时候下胚轴逐渐发育 所以下胚轴的重量比 也会逐渐增加 可是子叶到最后 当胚亚可以形光合作用时 这时候子叶开始萎缩 而养分的获得 逐渐由胚亚自行制造 因此子叶提供养分的功能完成 这时候子叶逐渐萎缩 子叶的重量就开始慢慢消耗 这时候子叶重量开始减少 可是子叶的重量不会后来又再增加 因此珠这个图形是错的 所以我们看B的图形 子叶的重量最初先略为增加 而胚亚在快速生长 这时候子叶大量消耗养分 所以子叶的重量逐渐减少 当种子萌发 植物开始可以形光合作用时 这时候子叶提供养分的功能完成 因此子叶逐渐萎缩 所以子叶的重量慢慢减少 所以符合实际情况的 只有B的图形 所以12题B的答案 13题 无咖啡因或低咖啡因的咖啡 能满足某些喜欢咖啡的香味 却不希望摄取过量咖啡因的人们 若于在实验室里 从咖啡豆中将咖啡因分离 可先取一桩有热水的烧杯 倒入咖啡豆后缓缓加热 浸泡咖啡豆一段时间 待冷却后再将乙酸椅子加入烧杯中 若于萃取此混合物中的咖啡因 则下来哪一玻璃器材最适合 以致咖啡因的溶点为235到238度C 题目说咖啡里面含有咖啡因 而现在要将咖啡因从咖啡里面去萃取出来 首先先把咖啡豆先浸泡一段时间 然后再加入乙酸椅子加入烧杯中 可是现在要把溶液把咖啡因萃取出来 因为咖啡因可以溶解在乙酸椅子里面 而乙酸椅子是属于子类 子类难溶于水 而且子类密度小于水 所以烧杯里面萃取后的乙酸椅子 会浮在上层 而下层则是水溶液 现在要把溶在乙酸椅子里面的咖啡因 要跟水能够分离 这个过程称为萃取 而要进行溶液的萃取 主要是利用上下层的溶液密度不同 因此我们要借着萃取的方式将溶液分离 最好的方式是用分液漏斗 因为我们将溶液倒进分液漏斗里面 这时候溶液会分成两层 下层是水 而上层则是乙酸椅子 因此我们借着开关枢纽 将下层的水流出 就可以将以酸椅子跟水上下分离 所以萃取混合物中的咖啡因 最适合的器材是1的答案 14题 若将等木耳树的下列化含物完全燃烧 产生二氧化碳与水 这所需消耗氧气量的大小顺序 何者正确 选项里面分别有 乙醇、乙碗、乙酸、甲米、乙缺 我们比较这些物质 燃烧产生二氧化碳跟水 所需要的耗氧量 因为乙醇是酒精C2H5OH 所以分子4是C2H6O 乙碗是C2H6 乙酸是CH3COOH 所以乙酸的分子4是C2H4O2 甲米是CH3OCH3 因此 甲米是C2H6O 乙缺是C2H2 所以这五项分子4 因为有碳燃烧可以产生CO2 所以一个碳会需要两个氧 有氢燃烧则会产生水H2O 因此两氢需要一个氧 也就是一个氢需要二分之一个氧 所以我们比较以纯C2H5OH 分子4是C2H6O 它所需要的耗氧量 因为一个碳需要两个氧 所以两个碳2乘以2 加上两个氢需要一个氧 所以一个氢需要二分之一个氧 所以6乘上二分之一 所以总共2跟6约分3 2244加3是7 所以是需要7个氧原子 可是乙醇本身自己有一个氧 所以7个氧扣掉一个氧 所以乙醇还需要6个氧 而乙醇C2H6 所需要的耗氧量 因为有碳燃烧产生CO2 一个碳需要两个氧 所以两个碳乘以2 加上6个氢 因为两个氢需要一个氧 所以6乘以二分之一 所以总共需要7个氧 乙酸协举生COOH 总共两个氧 因此乙酸燃烧的时候 两个氧 每个氧要两个氧 加上有四个氢 两个氢需要一个氧 所以乘以二分之一 因此2跟4 约分这里2 24再加2等于6 可是乙酸自己本身提供两个氧 所以6-2 所以乙酸还需要4个氧 CH3OCH3 加密分子4 C2H6O 和乙醇一样 都是两个碳6个氢一个氧 所以所需要耗氧量 和乙醇一样 需要6个氧 C2H2 乙醇 乙醇 燃烧时所需要的耗氧量 凉碳 每个碳要两个氧 加上 凉氢需要一个氧 所以 2乘上二分之一 因此 等于 24再加1 所以是5 所以耗氧量 需要最多的是乙碗 这是第一 其次 乙醇 和甲米 这个是第二 乙缺 这个第三 而乙酸 则是第四 因此 乙碗第一 甲米和乙醇第二 乙缺第三 乙酸第四 所以14题 C的答案 15题 下列有关元素与周期表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两个水分子 H1O17 H1 与H1O16 H2 所含有中指数的总和相同 首先 我们比较 H1 O17 O16 还有H2 C上 轻原子序是1 而质量数是1 O 原子序是8 质量数17 O 原子序是8 质量数16 H 原子序是1 质量数是2 因此 我们要求中指数N 原数符号的左下角是直指数 左上角是直指数加中指数 因此 我们把上面减下面 H11 中指数是0 O8 17 我们把17减8 所以中指有9个 O8 16 我们把16减8 所以中指有8个 H12 我们把2减1 所以中指有1个 因此 H1 O17 H1 所含的中指数目 因为H1中指数是0 而O17中指数是9 H1中指数是0 所以总共有9个中指 而H1 O16 H2 H2 所含的中指数 因为H1中指数是0 H16中指数是8 H2中指数是1 所以加起来中指有9个 因此 两个水分子所含中指数总和都是9个 所以两个都相同 A这个是对的 B Na Mg Al 三种金属原子中铝的原子半径最大 B 这个是错的 因为 Na Mg Al 它们的原子序分别是11 12 13 原子半径的大小就是最外围电子存在的空间 而Na11它的电子主态是281 Mg12电子主态是282 Al13电子主态是283 所以 Na Mg Al 它的架电子都是在第三层 因为Na 出外层的架电子只有一颗 Mg 出外层的架电子有两颗 Al 出外层的架电子有三颗 可是 在原子核 Al的子子数目最多 因此 子子数目越多 在同个电子合成 对电子的吸引力越大 所以 电子到原子的距离会减小 因此 Al的原子半径是最小 而Mg 则是其次 Na 因为原子核对电子的吸引力小于其他的原子 所以 Na到原子的距离反而是最大 所以 Na的原子半径是最大 因此 铝Al原子半径是最小 不是最大 因此 B不对 C 室温时 CA族或者D17族元素皆是气体 C 这个是错的 因为CA族是指铝素 铝素 铝素包括佛 铝 绿 助 顺 这些 佛跟铝在场纹下是气体 而瘦在场纹下是液体 顺 顺 尾在场纹下是固体 所以CA族 或者第17族 他们在室温时固态 液态气态 三种状态 它们都存在 因此 C 这个是错的 足 周期表左下方的元素 较不易失去电子 周期表的左下方是金属 而且最左边的左下方 里纳甲如色法 越往下 电子越容易失去 所以珠这个是错的 1 皮 B1 是内金属元素 1 这个是错的 皮是减土族元素 皮不是内金属元素 因此 皮是金属 所以1 这个不对 因此 15题 正确的 只有A正确 16题 电石 又称为电土 主要成分是碳化钙 CAC2 碳化钙 预水会生成乙缺 C2 H2 和氢氧化钙 所产生的乙缺 是传统电石灯 和竹筒炮所用的燃料 也可作为水果催熟机 既有一电石样品 和水反应 所产生的氢氧化钙水溶液 以1.0m的盐酸标准溶液滴定 得知其氢氧跟离子的木耳数 为0.02木耳 试问此电石样品 可制得多少功课的乙缺 因为题目说 我们把电石 也就是碳化钙 CAC2 加水 结果反应 产生变成乙缺 C2 H2 以及氢氧化钙 CA 这是把电石跟水的反应 方便是平衡 左边一个CA 一个CA 两个C2 这里两个C2 而箭头的右边有两个O 所以 左边这里 系数2 有两个O 因此 一个CAC2 可以产生 一个C2 H2 以及 一个氢氧化钙 现在把电石样品跟水反应 结果产生了氢氧化钙容易 由于碳化钙 和氢氧化钙 木耳数比 是1比1 所以 银木耳的碳化钙 可以产生银木耳的氢氧化钙 现在题目说 用1.0M的盐酸 来做滴定 盐酸的氢离子 和氢氧化钙 里面的氢氧跟离子 完全反应 可以获得变成水 结果 我们发现 氢氧跟离子的木耳数 有0.02M 所以 氢氧跟离子 这个木耳数 是0.02M 也就是 氢氧化钙里面 它所含氢氧跟离子 有0.02M 可是 假设氢氧化钙 有XM 而一个氢氧化钙 有两个OH 因此 2X 等于 0.02M 所以 X 除以2 等于 0.01M 现在题目要求 这个电磁样品 可以制造多少功课的乙缺 因为 电磁吸而吸吐 它产生 银木耳的氢氧化钙 同时 也产生 银木耳的乙缺 现在 X是0.01M 所以 乙缺 也是 0.01M 可是 乙缺 C2 H2 分子量 碳12 乘以2 加上 氢 乘以2 因此 分子量 26 萤木耳 有26公克 现在 乙缺 产生 0.01M 所以 我们把 26 乘上 0.01 所以 有 0.26 公克 因此 乙缺 可以产生 0.26 公克 所以 16题 B的答案 击沙 击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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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 无法 一救个城 耐着性质 按部就班 奠定扎实的根基 让知识成为你 面对未来的基本素养 愿这段话 与您共勉 我们这段单元 就到这里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